大家好 歡迎來到星期四的郭Sir快答時間 我們在快答快問之前 就是要先上升 還有要給我們一個like 我們先看看港股 先看看恒指 恒指之前年跌了3天 跌了538點 今早就高開 有少少反彈 今早高開166點 報18104點 早段曾經升過235點 報18173點 之後就收幅 輕輕收窄 現在暫時正在升73點 報180012點 想問郭Sir 這個市場是否可以反彈 大家可以不用那麼害怕 這個市場其實都是預期的 因為早前升了3662點之後 一直在說大使如果真是最終要調整這一半的話 是會見到17875點 其實昨天最低見到17848點 我就當是完成了調整一半了 後續真的要看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值得一提的那條10天線已經跌到18256點 今天最高指數見到18173點 其實距離那10天線是幾十點而已 即是很簡單的 如果恒指能夠進一步後抽 從而捉回那條10天線的 最低限度顯示大市跌勢已經斷定了 那一刻就看成交禁額了 至於6月份,今年可能會有藥光粉色效應出來 儘管看下6月下旬的市況是怎樣 雖然這個月暫時是先高後低 但是幅度很小 18724,跌到17848 如果指數捉回那條10天線的 距離的高位相差只有幾百點而已 儘管看下後續的大市 能不能夠擺脫這個反復不明的格局了 但是我覺得初步有少少 好像是斷定了下來 但是就不能夠確認 直到指數回到10天線上 才可以初步確認這一點 好 收到 看完市之後 就快點回答大家問題了 很多觀眾留了問題了 看看第一位這位朋友想問一下 992聯想 他是想問一下 能不能買的聯想 我覺得應該可以買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因為聯想本身來講 是有一個新的AI的PC出來 據說這個PC是比較輕的 還有運算的速度比較快 還有提供AI的服務也是很到位 如果一旦旁大的換機潮啟動的話 其實未來聯想的股價 可能會是成為市場的焦點的 早前由8元升到12.26元 其實已經升了50% 之後出現了一個回套 曾經碰到10.05元 這是屬於一個正常的調整的 雖然期間指數是 股價跌穿了10、20天線 但是始終距離50 在100、200 50天線還是比較遠的 那現在這一刻 以現在的股價在10.07、08 這樣計算 只要輕輕升到1、2號指 就可以回到10、20天線的樓上了 那如果你不介意 稍微擺一擺先的話 我覺得可以作少少部署 當你想買1萬股 好 這一刻分中 先買4千先 放在這裏 都會打過11.1、11.2之後 就再買多4千 如果最終去到11.4半的話 就買了那2千 這樣部署就比較好些 你可以拿來參考 好 觀眾朋友可以參考一下 跟著看一下小組 想問一下郭Sir 551的預言 他問走勢怎樣看 他說可不可以進呢 那預言呢 其實前幾年都是很受追捧 也都曾經是一處基金的外股 但是近期來說 似乎來說 就好像都沒有什麼是聽到的了 尤其是成交呢 一直都還是偏疏 不過這樣 由6.62的低位 開始的回升 去到近期的高位 16.06元 其實股價已經升了不少 講走勢是漂亮的 但是我覺得 這個價錢買下去 所以呢 講吸引力呢 就不是說很絕對的 因為 暫時來說 是處於一個高台的銷牌 和整固之中 那值得一提的 就是13.92元 這個是一個月的低位 那你現在這一分鐘 買下去的 當然是希望呢 整固過後 再穿一步推上 但是始終由6元 六個多元錢上來 升了很多的了嘛 一旦跌穿13.92元 就不是這麼理想的 因為那一刻 不單止跌穿10天和20天線 可能會進一步下市條50天線的 以往即11倍的市盈率 估值不貴的 況且息率有6億 其實是可以接受 只是股價升得這麼多 就慎防它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調整的 如果不介意的 就買少許放在這裏 做回少許風險管理 13.92元 做個止涉位 那看看有沒有辦法 突破15元 過得都15元的 那早前有個高位 先見過16.06元 不要看這麼高 看上去15.5元 15.6元 那就成為一個 短期後市的上幕目標 那就可以買少許 沒有什麼問題的 不過風險管理一定要做好 13.92元 好 收到 接著呢 很開心 看到Leoson支持我們 他給他超級流連支持 照片和支持郭Sir 多謝Leoson 我們的老朋友 多謝你 其實見到你的名字 我們都很開心 接著呢 就看看 Queenie Queenie都很支持我們的 想問一下郭Sir 2313 新州國際的 想問一下 他可不可以上到88元 現價是85.8元 現在這一架已經是一個月的高位 在阻近的了 其實今早最高見過85.8毫半 已經創了一個月的新高 不過成交金就真的不太配合了 如果看圖來講呢 是計算上今天的高位 有少少少三頂的 破不破就很關鍵了 如果破了的話呢 你上網回是88 或者90元 我覺得是沒有太大問題 因為你過得到的 自邊肯定有三幾元的上升 還有今年是六月份 部分的基金拿走了的話 多多少少做些粉飾儲倡的效應 可能現在這一分鐘已經是做緊都不定的了 講走勢是很美的 因為所有平均移動線的排列很標準的 而股價是咬著一年的高位坐緊 如果能夠進一步向上突破的話 的確有機會僅僅88元 不過成交金就不太配合了 因為動力那方面呢 有些都是手感不足 那如果你拿了貨的 要不要放下一個指站 或者是紙舌位 如果高追了當然要紙舌 如果低價買的當然是放紙舌 那你自己去決定 我相信現在這一分鐘 比較敏感的技術上的支持 應該是82元 那不跌穿就沒有問題 因為望低一點就是一條十天線的了 自己看緊一點 好 收到 看完Creeny問題之後 看看River River想問一下郭Sir 9961攜程的 那它就是395元有貨 那想問呢 現價388.6元 應該怎樣部署好呢 388.6元的效價 已經創了一個月的低位 但是你300多元的股份 你3%多的升跌一定有的了 不說3幾元 那早前就發售CP13億 其實CP的行使價是相對比較高的 而且是29年才到的 29年中 那CP的那個息率呢 每年是0.75億 那我自己這樣說 那如果你說真的不是拿得太多的 那就暫時擺擺線 23倍的市盈率呢 股值呢 就不算是特別吸引 這個好老實說 但是呢 就是可以接受的 至於股息那方面呢 真的欠奉了 買去的只是憧憬股價上升 大力的投資回報 今天有一點點不是那麼漂亮的 其實昨天開始呢 股價已經輕輕撞轉了一條50天線 那今天再輕輕創了這個月的低位 即是技術上就不是那麼理想了 那看低一點呢 就是371、372元的防守性很關鍵 因為早前是4月份 整固完之後呢 然後再進一步推上去400元 所以一旦是再受壓夠呢 變成了技術上的防線呢 應該是在372到375元 坐緊的水平的 那現在這分鐘不是差太多的 那就暫時等等先啦 那不要加住了 因為始終股價呢 有一點點是跌穿了一個月的低位 慎防呢 有些400多元買了那些呢 捱不住 可能會有一兩股的止蝕都不定的 那自己就做回一點風險管理了 嗯 好 收到 接著就看一下 觀眾朋友Win Key 想問一下郭Sir2319萌牛的 那他就問萌牛值不值得薄呢 其實奶類的產品在內地市場需求很大 但是現在這一刻呢 我總是覺得呢 包括一些啤酒啊 其他的一些消費品呢 其實那個表現都是一般的 你看萌牛一年的低位是13.32元 本來現在這一分鐘是13個搖耳 是創了一年的新低的了 如果以往即9倍的市盈率呢 一點都不貴 股息有4厘是可以接受的 那就是說呢 如果你是捱得到的話呢 我覺得 在低位買少許做部署呢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錢中是比較低的嘛 還有6月份會不會有一些粉色儲倉的效應呢 現在大家都來顧一顧一下 我就當它有了 如果有的話呢 應該慢慢慢慢是斷定下來 從而是回上去的 一個月的高位是17.52元 那我就不敢看得太高了 如果回上去12、10天線 甚至乎50天線 都有機會是有大概10 或者甚至乎15%的上網的空間 買少許補一補吧 我沒有意見 好 收到 接著就看一下Kathy Kathy想問一下308港交所的 那它就問港交所會不會回到去 會不會回到去 升到去350元呢 350元呢 是 就真的這個市場很燦爛 那今年的市場 由1月22日升到去5月20 那14,794 升到上119706點 全年的波幅 暫時來說4912點 是小的 今年的波幅 如果有6500甚至7000點 你不破腳就一定是穿頭的了 問題是走邊頭的意思 如果當市場 未來有機會突破了19706 和2萬點在上的話 成交加碼那分鐘 可能是1,600到1,800億 或者更加多的了 那那分鐘 港交所股價當然只是受惠 其實由212元這一陣的上升 最高見過298.8 然後出現一個技術上的調整 最近在260元 就有少少斷定了個勢頭 呈現了一個小雙底 暫時由260到280 這個區間上上下下 那你問到350元呢 其實我就不敢太過肯定 什麼時候才可以見得到 假設大市 有機會翻上去19706 2萬點 成交又亮麗的話 股價只破300元 不是太難的一件事 但是去到那一分鐘 我們再看大市的氣候 成交加碼壓 能不能夠幫助市 作進一波的推進 350元就算要見到 也是條路比較長的 至少不會這麼快可以見得到 嗯 收到的 Kathy可以參考郭Sir的建議 跟著我們看看 我們包一包同學 他就想問一下 2382信譽的 想問一下郭Sir 怎麼看這隻股份 我就不敢看淡了 因為你龐大的AI的換機潮 可能第三、四季要啟動的了 那我部iPhone就11 都曾經一度都幾經典的 Promax來的 但是現在出到15、16 那我覺得我始終都要換的了 不是跟不上的 那不單止是我 你很多的 在用著蘋果的手機 現在都可能正在等著 AI的手機面世 從而換機 你看蘋果股價已經創了 一個新高已經知道了 其實手機相關的股份 都是會同步受惠的 最近瑞星已經突破了30元的了 那順域可能就慢一點 但是整體來講 由33元開步計 都是處於一個上升的形態 都部份比較慢一點 那麼多 那手機的時鏡 有些人兩個 有些三個 有些甚至四個 那對順域來說 是提供了一個很大的發展空間 我是看好的 短期暫時的阻力 仍然是50元四毫子 那如果打了50元四毫子 下一個目標就是55元的了 如果有足夠的持貨能耐 也都是可以拿得起的話 現在這一分鐘 先買少少 守著門口先 一把一搜 說真的 你不需要買一千 買兩千 買三千 買三幾百 擺在這裡守著門口先 這位朋友的問題 看看Judy 她想問一下二百九九指金的 那能否繼續持有呢 她沒有說自己有幾次 金價最近呢 就有少少回軟 不過我自己覺得 央行買金的態度 是不會改變的 因為她自己都發覺到 錢呢 鈔票呢 就是拼命地引 到最後呢 貴金數呢 一定是受追捧的了 那就是說呢 怎樣大跌的空間 我覺得就真的 不是大得那麼緊要 不過近期的金價回落呢 對她來說 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響 那看結局上的走勢 這一分鐘的股價呢 是相繼跌穿 十二十和五十天線 而且十天也跌穿五十天線 講走勢不是靚的 講走勢是差的 還有呢 十六塊零六才是一個月的低位 現在好關鍵 一底兩底三底 一旦跌穿了 下一個防線呢 就要退守到下去 大概十四個七 十四個八座的水平了 那如果你有貨的話呢 我想暫時呢 看著十六塊 捱得到呢 我都認為呢 就捱過去 捱不住 真的沒辦法 因為很多呢 早前十八啊十七啊 高位買了那些呢 都是等著一串位呢 就止虧的了嘛 到時呢 就有心理準備 股價會略為反覆的 現在比較關鍵的支持 我提到呢 就是十六塊零六先 那我想就暫時來講呢 看法就保守一點點 不過如果 鎖得不是太多的 你想先放在那裡的 都沒問題 不過最重要呢 就是要明白 股價可能會稍微 撞一撞串都不定的 好 收到 接著就看看 Catherine呢 Catherine想問一下 兩隻股份的 兩隻都想問一下現階段 可不可以買 包括呢 就是371北控的 另外一隻就是1811 中港核生能源 這兩隻 想問買不買得呢 上網指示怎樣撤 那371北京水母呢 我覺得呢 如果你真的想買的話 就少少啦 因為12倍的市盈率 以公用股來說 不算是貴的 但是息率有6厘喔 其實水的資源呢 就很寶貴的 所以才有南水北調 那早前來講 在一個多人前上來的時間呢 其實累積的升幅 已經不少了 所以高台呢 難免有些這樣的 技術上的回吐 由2.7開始的回落呢 暫時來講 是處於一個叫 聲厚的消化之中 這兩天呢 有些這樣都行行 撞穿了十天和二十天線 但是和十二十天線呢 是糾纏在一起 那暫時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應該大概是兩個三 坐計算的水平 那如果你真的 覺得 371可以做部署的話呢 不知你想買多少 當你想買兩萬股的 現在這分鐘 就買著四千或者六千先 因為它到底調整夠未呢 現在暫時不知道的 還有 會不會做深一點調整呢 都不知道 但是買呢 是買一個基本業務 買是買一個基本因素 那麼分階段慢慢買 短炒就不是那麼適宜了 因為已經升了那麼多 下一層要再急升呢 可能真的要等久一點點了 但是 中線部署呢 就慢慢買 我得問題就不是那麼大的 那還有一隻是哪隻 還有一隻是 1811 中港核心能源 嘩 這隻呢 近期很熱啊 一年的高位是3.08元 這個也是一個月的高位 現在咬著高台 而且股價的表現呢 很標準 所有平均線呢 是排列得很順序的 是上升的形態 那只是升了那麼多呢 那有少少高台的反覆啦 由3.08元的回落呢 去到大概是2.8毫半左右呢 已經是止步的了 那我自己覺得呢 它整顧過後呢 仍然還是會再試回高位的 因為5.99 我比較6倍的往績的市盈率 是低的 如果簡單講 它會上到去8倍的市盈率 那股價都已經可以去到3.6 3.7個頭的了 那4.17來的股息呢 是可以接受的 那唯一的缺點就是 成交呢 不是那麼足夠 就算你 早前來講呢 由這個 一個5毫幾一路開始升 其實都升了3倍的了 但是你看成交 沒有的 成交很偏梭的 那 渣就 渣得很舒服 因為一路上升嘛 但是用來炒呢 它沒有動力呢 就感覺到股價好像沒有什麼氣氛 所以如果你要買的話呢 我都建議 是分階段買 你又一之一個 它的股值仍然還是低 6倍的市盈率 有4厘的股息 仍然具備上網的空間 嗯 那看完這位Catherine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KC 我們是寶和包同學 那她想問一下 98 96 名創優品的 那她就在45元有貨 現在是41.6 那她想問 現在可不可以溝貨啊 不溝 那為什麼不溝呢 因為很尷尬 一個月的低位40元4毫子 那我如果45元買的 我就要留意的 40元4毫子的防守性 一旦有失的 就考慮一下自己的持貨能來 因為一穿了的話 也都意味著股價呢 可能會進一步呢 是向下限 甚至會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呢 是要退守到去37-38個頭的了 那有一點想提一提的 以大概19倍的市盈率呢 我又覺得是一般 是太過吸引了 況且這一層由28.9低位 當你30元啦 一路升到近期的高位呢 最高見過51元 都差不多升了成60%的了 那麼 技術上的回吐呢 是很正常的 問題是會幾多這樣解 而已嘛 會完之後 資金會不會再重新部署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要關注的問題啦 那麼 看回成交金 都只是一般的 那麼 如果拿著舊貨不走的話 那就算啦 始終來說都有一手而已 那麼 要留意40元4毫子 簡單說40元的防守性 一旦有失的 有心理準備 股價仍會進一步反復回落的 那麼 一注就算數了 暫時不要再加注 不要必要為了股價跌了下來 我為了要溝貨 我就拿一塊錢 再去買多些 如果你是要買多些呢 你應該是看它的基本因素好的 一早預備了 有個資金呢 是作一個新一兩個部署 和你跌下來去溝呢 是兩個心態來的 我們做投資者 或者投機的 千萬不要為了股價跌下來去溝 歷史講了給我聽 逢低溝逢低溝都沒有什麼好結果的 嗯 明白 收到 看完KC問題就看 Sandy他想問一下郭Sir939 建行的 建行什麼價格可以入 建行可以入 那說真的 那你由4元邊去到5.9毫半 差不多6元的了 都升了多少 都成50%的了 那來銀股一樣是有錢賺 不過要持久一點的意思 好了 由5.9毫半開始的回落 去到5.4毫半 我就當你大概頭尾到10%左右 最低的5.4 那麼技術上的調整都很正常 雖然股價撞穿了10-10天線 而且10天也跌穿20天線 但是調整當中 這個是私空見慣的 最重要就是不要觸及 和跌穿了50天平均移動線 如果買來炒 我就不給意見了 因為股價仍然處於一個 回調的技術上的形態之中 但是買來做一個中線部署 我覺得真的可以考慮 不過就不要那麼急進 因為現在仍然處於一個 技術上的下限的形態 到底走到哪裏才止步呢 暫時來說都很難說 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其實暫時看下去 應該是這個5月初旬的低位 是5個二銀錢的 換句話來說 你現在買下去 都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不會說今天買完明天升的 還有最好慢慢來買 當你想買2萬股來計算的話 現在就先買5千 守住門口先 看定些 逐步逐步去做 不急 真的不急 明白 接著再看看 Kelvin C 他想問一下郭Sir 1810小米的 他就說小米近日 似乎在17元邊緣轉定了 那是否值得低級呢 我就比較保守的 對小米 我一直都真的比較保守 因為事實上 早前由13、14、14、15元 賣車的宣傳 令到股價風頭一時無兩 其實當時 小米的股價很良麗的 最高升到上去 20元3毛半 但是 始終都是 生能汽車的競爭力很大的 宣傳做得很成功 他真的做得很成功 但問題就是 真的要做部署的話 都是兩件事來的 近日的股價已經相繼跌穿 12、10和50天線 簡單說 他是弱過大市 雖然現在是扣17元 在阻礙平台 好像暫時說 不能下降 但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都是傾向於比較保守 如果真的要買少少來做一個炒作的話 一個月的低位17至2千 先看緊一點 17元 好不 一旦傾轉17元 情況就不太理想了 因為下一個防線 真的要退守到 大概15.5元 正在阻礙水平的了 你要搏也不要那麼重轉 現在是貼著調整的低位附近 何時才可以擺著 反覆沉底的形態呢 最低的股價 要抽到17.8至18元 才可以升到調整的低位 但現在這一分鐘 是貼著低位附近 技術上 形態上 略為偏淡 好 收到 然後看一下Emily 她想問一下1347 華紅的 也是問可不可以入 近期的股價呢 都是相對比較強的 你看回這一分鐘 今天最高見過24.25元 創了一個月的新高 這兩天可能就一些相關的股份 都是有些追捧 包括ASM 522 包括這隻 華紅半導體 但是 都是升了不少的了 由13.6元 左近 這個是雙底來的 那一刻開始的上升 講形態是很美 因為一條上升東道 走得很好 而且股價呢 現在是逐步逐步是試著高位 十二十天線 已經相繼突破了250天線 如果能夠保持這個勢頭 久一點 可能五十天線 都會輕輕慢慢回到250天線之上 不過始終有一點就是升得不少了 一個月的低位是17元 如果以17元的價來計 已經升了35% 左近 所以 好不好等等才做部署呢 比較理想的買入價呢 我自己個人看 應該是大概22.5元 左近的水平 買得比較舒服 因為緊貼一條十天線 左近買 但是進攻的空間就比較大些 但是你來到現在23.7元 突破了24.25元 當然是再向上走 如果破不了的 待會有少少反復 隨時回到23元以下 所以我認為暫時等等先 如果忍不住手 真的要買的 當你想買一萬股 只能夠買兩千 就是滿足了自己持貨的心態 就千萬不要憤身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收到 Emily可以參考一下葛Sir的建議 跟著看一下Yellow 她想問一下兩隻的 包括是386 中石化 和991大唐發電 想問一下這兩隻的走勢 葛Sir怎麼看 366走勢就不算差的 因為由3.64 一直升到5.28 其實你說是很良麗的 只不過這條上升通道 在這幾星期 有少少跌穿了 即是說已經完成了一個中期的上升的勢頭 現在進入了技術上的升後的消化之中 由於股價已經跌穿了十二十天線 十天也撞穿了一條二十天線 現在正在和五十天線糾纏在一起 我可以這樣看 早前的勢頭是一浪高於一浪 現在股價已經去到四月份的高台 即是四月份是有一個上落的區間 現在去到四月的頂 所以如果不跌穿的話 我相信會造成一個是右肩的 那右肩的底部應該大概在四個半左右 這幾號子會在糾纏、消化和整固 走勢是屬於一個急升後的正常回套 股價那方面 九倍的市盈率是可以給到的 不貴 息率有7.8厘 其實經濟好對它來說是很有利的 尤其是油價穩定對它來說 絕對有正面的效益 我們戴的口罩是石油局副產品 你駕駛的車輛也是石油局副產品 有不少的電腦的外殼 都是石油局副產品 事實上市場的需求大得很厲害的 基本面來說不會太差 不過技術上來說 現在正在處於一個 升後的消化和整固之中 可能在四個六到四個八這裡 會形成一個右肩都不低 如果是要做部署的 那一刻才慢慢慢慢分斷買 就比較好些 嗯 好 收到的 接著就看一下 你的觀眾朋友想問一下 他中了一隻? 992、991是大唐 是的 大唐 忘記了它 大唐發點 那回答一下 近期的電力股都升了很多 你看股價已經咬著高台了 今天見過一個秋回餐 接近一年的高位 也是早日見得到的了 那麼技術上仍然處於一個 續沉頂的形態 移動線的排列很標準 10、20、50、100、250天線 而股價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很簡單的說 只要一天它仍然走在10和20天線樓上 技術上仍然處於一個 續沉頂的格局 這個是一個走勢 作一個分析 6月份是半年結 會不會相關的一些基金 是一直都有部署在這裏呢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況且由低位上來 這條上升通道 限得很標準 如果有貨在手的 就繼續拿著 就以10和20天線做個參考 一旦跌穿了 賺錢的就計數 高追了的就減遲 這樣做法就最穩陣了 好的 接著回答一下下一位觀眾朋友 他想WLE 他想問一下2331李玲 想問郭Sir怎麼看這個股份 唉 風光不在 早前高位一直跌到14.94 跌得太彈了 所以呢 有些報復式的反彈 這個反彈最高去到24.6 這樣看下去 如果低位附近買了一些的話 都有些肉食 不過可不可以 由1月中拿到去 5月中拿成幾個月 就真的看自己了 因為中間是不斷反覆的 講基本面來講 老實講 只是一半隻 我又沒有特別的追捧的想法 不況股價現在這分鐘 跟幾早平均移動線 是糾纏在一起 唯一要講的話 它一直糾纏在一起 代表股價已經是漸漸走出了 不斷沉底的威脅的了 這個是提得到的 但是什麼時候才能夠有一個聲勢 給我見到呢 真是不知道 因為成交一路都還是欠荒 往績是14.2倍的市盈率 以往績來說不算貴 今年就真的不知道情況是怎樣 股息方面 一般也都不是太過理想 只有三厘的 來到現在這個價錢 如果你問我有貨怎樣做 我覺得就暫時等等 因為在比較低的水平 還有半年結 總有些基金拿了貨那些 希望它在6月底之前 有少少粉色 從而上去20元 或者21元以上 有貨的 就暫時先放一放 反正最滑的時間 暫時來說可能已經過了 好 西斗 接著看Max 他想問一下角色9888度的 他說8度好像很弱 那他拿了應該怎樣做 8度不是好像很弱 8度根本上真是很弱 你想一下 今天股價最低91.5毫半 距離一年和一個月的低位91.2 很近的了 簡單說 不跌穿91.2的就市底 跌穿91.2就沉底 還有股價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而所有平均移動線的排列 是標準的下限形態 即是最高250天線 接著100 接著50 20 10天線 技術上形態上 是屬於一個反覆市底的格局 這個市底的底 剛才提到91.2 只差一點點 一旦穿了 就逐沉底了 所以 你問是不是很弱 其實 真的很弱 是弱得很重要 那什麼時候能夠擺脫 逐沉底的威脅呢 股價最低限度 就要回到10天線樓上 大概是94元 過得到的 就可以初步擺脫到逐沉底 過不了的 弱勢暫時沒有變 好 收到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支持 大家走之前 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 郭Sir快答 明天星期五都會有的 明天11點就再跟大家見面 郭Sir等下4點半 都會跟大家直播見面 大家記得多多支持 好 拜拜 拜拜 大家記得給like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話 歡迎可以按個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 給我 按鈴鐺 戰裡 給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